而這當中牽連最廣的案一二零三 獅子會群聚感染的人數是最多的 活動範圍也是最廣的 今天指揮中心再度宣布新增足跡 五月八號有確診者 曾經到過臺北的地下街 而今天開始臺北地下街出入口 都要量體溫 還要填實名制 同時就是五月九號晚上 也有確診者來到新北市泰山 這裡的一個婚宴會館來聚餐 席開五桌 五十位的賓客同樂 原本是打算營業到五月就結束的餐廳業者 又碰上這波疫情就提前停業 大紅燈籠高高掛 生意興隆成大業 而現在生意全掛了 位於泰山的這家婚宴會館 要按一二零三獅子會的相關感染成員 他們在五月九號的晚上 曾經來這裡用餐 現在所有的桌全退光了 老闆只能忍痛宣布停業 所有員工今天晚上通通潛散回家 內業的卑躬交錯 病毒有沒有可能穿腸過 徒留人去樓空 現在沒人有膽子再來把酒言寬了 五月九號按一二零三獅子會群聚感染個案 就在這間包廂錫開五桌 五十個人久憨而熱 目前員工有沒有人發燒發熱 都沒有 那有沒有人去隔離 只有總經理 因為他是總經理 他會去禁酒 打算就是做到五月底 剛好這個事情爆發以後 都把桌宿退掉了 所以我們就趁這個機會提早 一桌八千的海龍蝦先鮑魚 只剩空白的點菜單 孤孤單單 餐廳老闆去年過年接手經營就碰上了疫情 紅火爆竹裁員廣進 如今氣數已盡 好日子越來越遠 這裡是臺北市地下街歪曲 指揮中心疫調再發現 案一二零三獅子會的相關感染成員 他們五月八號的時候 曾經來逛過臺北市地下街的歪曲 他逛過哪些店 遇過哪些人實在太難追查了 所以那一天有來過這裡的民眾 自己要提高警覺 也不出現相關症狀 台北地下街現在開始 出入口要量體溫 要實名制填單子 案一二零三群聚個案們 病毒跟著他們的腳步跑得很廣 有人是基隆八斗子釣魚 或是新北市新莊的好市多Shopping 還有人逛逛新北市林口三井凹類 有人南下新竹城隍廟去拜拜 晚上也很熱絡 有人愛跑台北萬華茶藝館 有的可能是陪孫子 到台北市國父紀念館 看巧虎音樂會 還有人相約來去台北搜狗復興館 因為不知情自己早確診了 該逛的該吃的一個都沒少 也讓指揮中心很頭痛 室友們四處趴趴躁 真怕病毒擴散 獅子大開口 華信文 華民會方請年 台北報導 並不添